我沒有很會講,我只是知道幾句話而已 好啊,這樣就好,這樣有練習就有經驗了 OK 那跟各位介紹這一尊是金門的風獅爺 那這一尊他不是一般的風獅爺 因為這個風獅爺對我們金門來講 他是本身有正煞、辟邪、保平安的一些作用 那你如果有機會來到金門玩的時候 路上會很多的風獅爺 那風獅爺的特色,他嘴巴一定是張開開 而且是朝東北邊 為什麼呢?因為金門在冬天的時候 氣候都是吹東北風,風特別的強 那這一些風獅爺是早期就遺留下來 就是 可以暫停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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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OK OK啦 5、4、3、2、1 好,那本身風獅爺呢 對金門就是有 就是正邪、必煞、保平安的工人 然後他 都坐下都是朝東北風 因為這些風獅爺都是早期遺留下來的 就是 歷代有75座的風獅爺 那分布在金門各個島 各個村莊 那其中一個沙美村莊 是 風獅爺是最多的 我們金門的風獅爺就是他有一個特色 是早期留下來的 他前面會有一個香爐 那香爐的就是他本身就是有神明的作用在上面 所以那一般有時候你在路上 可能遇到一些住家外面的一些 彩色風獅爺還是新一點的 那個就是 百姓買來放著好看的 然後給遊客照照相的 那金門島上就是有75座 那金門 國家公園那邊 有一處 就國家公園裡面有75座的山寨版風獅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又不想到各個村莊去找的話 那可以到那個國家公園去 有75座 那前金門島最大的風獅爺是在 安齊 在金陵鄉有個安齊村莊 那一尊風獅爺特別特別的大尊 他也是面向海邊 那就風獅爺介紹到這 OK,OK 好 好